各位在製作網站的時候 可能你最好是多參考其他人的網站 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跟各位講 我們就是 我們接辦了很多教育部來的一些網站 他會托我們明川來做 那明川的網站 他就會到我的單位資訊網路處 然後資訊網路處就會到我的手上來做 但是我先跟各位講 這個網站就不是我做的 這個是 他也算延續我之前做的版本 102年就是去年不是我做的 但之前前面這幾年 這邊都是我做的 OK 那事實上我跟各位講 有時候如果以設計人才的眼光來看 他會覺得這個很普通 但是你簡單的 我們不是一般不是設計起家的 你會覺得說 這樣子網站也可以接受 甚至我舉個例子2011年 怎麼用我沒網路了 剛剛剛剛明明有的 好來給各位我先 等一下網路先看一下 順便先看一下 這個是 google的blog 你看這是我的 我的那個什麼 學生 因為我 台北跑一個 我們明傳太北跑一個天文色 都是我 我在帶的 然後我就趕快請他把那個 googleblog 做出一個網站 簡單的做也可以感覺 很像網站的形式 好 那甚至這邊還可以切 色盤景氣 這種東西 是不是像我們的那個所謂的 導覽令 好 有沒有 這就是 就是剛才各位看到我的網站上 有什麼 上課獎醫啊 什麼那個 那就是導覽令 那個叫導覽令 它也可以整理出導覽令 好 那使用googleblog的好處就是說 它直接 因為它是google的產品 google就會幫你加入所謂的 鎖影 也就是以後人家打你的關鍵字 可以找到你的網站 但是呢 如果你不是google的產品的東西 比如說像過去以前很有名的 無名小站 或者是現在有一些部落格用的 比克幫啊什麼等等的東西 對不起 預設它不會幫你加入鎖影 所以如果今天不知道你的網站的人 他打什麼關鍵字 可能也找不到你的網站 除非那個部落格 需要到google裡面再去做註冊網址 才有可能會去搜尋你的網站 所以 直接在google的部落格做 很方便 你今天弄好了之後 如果你有開始加資料 可能明天 你到google 把搜尋 把你的關鍵字 找一找 是不是你找到你的網站 了解嗎 所以呢 來看一下我自己個人 除了學校 我在學校的網站之外 我也有個人的部落格 那你看這邊 我現在還沒把它弄成網站 至少我這邊有幾個 如果各位覺得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 那事實上呢 我這邊還有教各位 比如說 開陽的這個部分 怎麼把它做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影片檔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這個是我做的 簡單的做成一個影音檔 而且是 是從那個 那個人家的網站上直接產生 就可以產生這樣的效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 然後 覺得這樣子夠精彩 這個是 人家那個 望遠鏡拍的影像 你把它做成一個影片檔 好 那到時候也會教各位 你的 YouTube的影片 你要潛入怎麼做 好 那另外 如果你真的等不起 你想先看 你就可以看我的部落格網站 甚至我的部落格網站 在裡面還有教什麼 也可以看一下 我拉下面一點 好 這個download的影音教學 這邊也有教 好 也可以看 然後呢 另外 還有 比如說呢 一張照片這樣子 你可以做成這樣子 這怎麼做 來 這邊我都很簡單的講 其實我這個都是在視理生 設大教的功能 你這樣是不是就覺得很有趣 對不對 一個這樣子 好像大家坐在那裡的情況 你把它弄成做成這樣子 好 然後另外還有 看一下 有些是 有些比較簡單的 我有沒有做 我看一下那個街景 沒有了 好 那個什麼 那個Google的街景 它有一個一個房子的 拍到 直接把Google的街景 可以轉成那個房子 是這樣子 好像站在一個小地球上的感覺 所以有興趣 我的部落格網站 各位可以 稍微知道一下 好 那事實上如果各位在用中文的 中文的Google去搜尋的話 也可以搜尋到我這個網站 好 好 我們先回頭來看一下這個網站 OK了 好 這個教師的網站 各位看 這是請一秒網站 當然對不起 這個是Flash動畫做的 我們就不管了 但是這個地方 各位看到 你的導覽也可以是這樣子的 收合適的面板 這個是Ginweaver裡面 就有的功能 就有的功能 所以我們到時候可以直接用 就可以用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前一年的 前一年的很簡單 我這邊改成2010就好了 好 那這個地方 可以看一下 你覺得這個 這個導覽鏈 這樣子旋旋 OK 這種東西 過去以往要寫成式的 那現在 Adobe已經幫你整理成一個 叫做所謂的Widget 已經幫你整理成所謂的Widget 到時候我們要去 佔用這個Widget 它叫做Adobe Widget 好 Widget的意思叫做小工具 Widget是小工具的意思 各位如果有Android手機 你還沒有看到 它其實有一個小工具 如果今天沒有翻成英文 它是不是叫做Widget OK 好 這種東西只要你會用 然後會改 這就可以成為你的特色 但是不是每個人會用 剛才2011年的 來看一下 我好像是 這樣在2011年的 有一個新功能 是2011還是2009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成為HuBen 各位雖然看 欸這個網站 不是2012 2009 對不起 我們再來看一下 刀占列也可以是用別的呈現方式 我想這個是都是全面試 不是來看一下剛才那個什麼 夏拉斯選單 這也是一樣軍運會裡面有的 那2012年 還有哪裡2012 2012是去年 不是去年 前年 前年 我弄錯了 好你看 導覽臨就在上面 有沒有 這樣子是不是看起來很炫 就至少有這個 但是又不會把你的網站弄得太滑 而且收起來感覺 就不會在那麼多空間 有沒有 那事實上各位看一下網站的主要的設計方法 都是類似這樣子 首頁有首頁長的不一樣的地方 其他的部分一點不去 後面的樣板長的大同小異 樣板長的大同小異 有沒有 大同小異 我舉個例子 我的個人網站 我的個人網站這樣子 首頁 我是這樣子還有分區塊有沒有 一個區塊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然後呢 比如說上課講 點進去 是這樣子的 完全是一個大表格 然後呢 比如說我是會解說心情 放進去也是一個大表格 就是首頁 這些都叫內頁 裡面的 內頁 內頁的風格大致都相同 首頁稍微不太一樣 但是整體網站的風格 是不是都一樣 對 這就是 同一種版型 同一種版型 所以到時候我們網頁製作方式 也會用 Ginweaver的管理版型的方式來做 那個版型我會教各位從頭設計 而不是要用 套用它什麼有限物的版型 要從頭設計 設計自己的風格 但是呢 部落格的部分 開始教各位怎麼做部落格 部落格呢 來我這邊另外登 這邊先重新登入一個帳號 登入一個沒有登入過的 不是沒有登入過啦 我還沒開始做部落格的話 也給各位看 我先登出 這個是這邊的 這個 讀信件都有一個換 登出 不論個申請各位 順便在這邊點了很久的時候 我順便跟各位講 剛才早上有同學在問說 我今天很多東西都放在雲端 那會不會很快空間就滿 Google的空間 雲端空間是只有5G 那你今天呢 如果說 我舉個例子 你今天如果 你多申請的Ginweaver帳號 是不是就5G5G 你去聯繫 聯繫起來有很多 但是我跟各位講 很多人申請帳號的方式 真的會很不好記 這邊順便寫一下 教各位一下 比如說我的名字縮寫叫IC1 可是如果你用這個名字去 你用你的名字縮寫 去申請Ginweaver帳號 大概都不能用 因為都可能有人申請過 然後現在他常常建議你的方式 就是加什麼1234 有沒有 566 數字一大堆 下次你哪記得 如果你申請個10個Ginweaver帳號 請問你後面會記得你哪些東西嗎 會記得嗎 會記得嗎 不好記的 對不對 我教各位一種方式 很好記 我舉個例子 我今天假設我在大同上課 嘿 我在大同上課 小老鼠 Ginweaver帳號 小老鼠 Ginweaver帳號 有沒有 那如果我今天在名傳的 嘿 我就可以IC1 因為名傳的書寫叫MCU 我就IC1.MCU 我就申請這個帳號 小老鼠 Ginweaver帳號 後面一樣 然後呢 我再舉個例子 我在 泰魯閣當解說員 我跟泰魯閣的人聯繫 我想用泰魯閣的E-mail 或者是泰魯閣的很多檔案 我想要放在泰魯閣的那個什麼 就是跟泰魯閣有關的E-mail的 雲端硬碟裡面 我就IC1.TAROCO 是不是 泰魯閣的TAROCO 這樣子請問好不好記 對不對 這樣就很好記了 沒有 後面一大堆數字 你知道點什麼 點什麼 你就可以知道 你每次要登入 你只要以後想 我在大同 跟大家聯繫的E-mail是什麼 就是IC1.TT 但是雖然我這次用的跟大家不一樣 因為那個0320的 是我想到這個方法之前不見的 然後之後我就想 欸 用這種方法不是很好 很好記嗎 OK 所以各位 你的Gmail可以申請很多 好 那我這邊可以再登入一個新 新增照片 好來我這邊登入 這個是我已經以前見過的 但是還沒有進過部落格 那我們來看看新的部落格 怎麼開始進去 第一個 九宮格領進去 好 不好意思喔 同學不好意思 幫我簽一下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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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部落格上完 你先把他講完 好 還有那個助教也要簽 好 來不好意思 來接下來喔 從九宮格切到block 好不好 切到block之後 第一次用 切過去的時候 他會要你 欸 要再打一次密碼 我就再打一次密碼 好 登入 第一次你看到的是完全 這個大概就是第一次 你會看到的畫面 好 到底下 開始使用block 好 再點進去 下一步 為什麼會無法 好沒關係 到這裡 接下來 重點在這裡 現在要新增網誌 還是就是這裡有一個新增 這是閱讀清單 好 我們先不管它 新增網誌 這邊 點進去 首先你的版型 要長什麼樣子 先選 欸怎麼只有七個 好少 沒關係 先再選一個 以後會教各位換 所以呢 我們先簡單的選一個 看各位選哪一個 然後標題 就是那個什麼 比如說什麼 網引衝的網站 或者什麼什麼 你可以 或者你不用 就是那個什麼 你找那個什麼 螢火蟲 或者什麼 你自己隨便 取一個名字 就是在你的 橫幅上 會有字的 OK 可以嗎 然後呢 我先打一下好了 然後呢 接下來 例子 後面 blockspot.com 你記住就好 前面取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 不要 中間不要有點 所以你就直接取一個名 那個 取一個希望的名字 那你可以是這樣的 比如說我今天是 IC1開頭 就當然就是說 呃 跟我的網站有關的 我就取個IC1 但是對不起 IC1.blogspot.com 很棒的 限制網 所以你就開始去想 你後面要什麼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又跟 太魯閣有關 欸我一樣啊 我現在不要用點了 我就直接 大小姐其實差不多啦 都一樣 你叫IC1.blogspot.com 欸那就可以 你就用兩個字的組合字 當你的網址 那你又要記住 你就要記住 比如說你今天是可能跟 跟 網路拍賣有關 那你就可以打 net 比如說shop 比如網路商店 IC1的網路商店 好 那當然你的標題 你就寫個 OMINTO的網路商店 也可以啊 了解嗎 所以這個名字 請你好好想想 要取什麼 然後看看 它是不是可以用 好 假設可以用 就 凡美也選好了 就可以 建立網誌 好 建立網誌之後 你看這個已成功建立了 這時候 你就可以 開始上帝 或者是你從這裡 前往文上清單 我建議各位直接打這個 檢望文上清單 你看到的就會是 我們習慣了這個版面 這樣子 等一下再來 跟各位講這些東西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 要發布新文章 你就是 新文章 點下去 開始打文章 打一些東西 然後打好了之後 它會有一個發布 等一下再叫各位發布 好不好 但是至少就是 剛才 把那個新增網誌 新增完之後 別忘了中間這個地方 選這個 你看新增網誌 你已經有名字了 這個新增網誌要先做 把名字 還有網址的名字確認好 然後 點這個 前往文章清單 選一下 至少到剛才那個畫面來 中間是屬於文章列表 那到時候你 你看它的預設在發表 你到時候就有文章列表 在這個地方 可以嗎 請各位先把網誌 申請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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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